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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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之間大跌 那這個跌市可能大家會比較擔心 那到底未來盤要怎麼去看 待會我們慢慢的一一的再去做解說 好 我們先看今天的盤 今天整個指數呢 跳空跌的時候呢 一開盤就跌300多點 那現在跌200多嘛 也就是說台股大致上有留個 150點的下影線 今天指數跳空跌 好不容易喔 整個指數看起來好像有機會去挑戰月線 那結果呢 昨天CBI一公佈出來之後呢 就直接跳空跌 那這一跌下來你會發現 前面9月份的低點 它並沒有跌破 美股也是一樣嘛 9月份低點 目前看起來都還沒跌破嘛 有沒有 高科技股也是一樣 好 但問題是這個盤到底它該要怎麼走 我們現在怎麼去看它 好 昨天在公佈 CPI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前 那我們在節目裡面我就說 那個CPI指數會比 好 CPI指數會比 那照理說股市應該要往上漲 那其實這樣的看法 不是我一個人這樣看 因為整個法人機構幾乎也是這樣看 好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我這麼說 你看喔 最近的外資啊 好不容易這一兩天 就前一兩天 比方說9月12號 它就買超了112億 昨天它也買超了84億 有沒有 那大家在講 CPI應該會跌 照理說指數不太會跌 CPI的話跌下來 指數還有機會往上攻 對不對 結果呢 外資在現貨市場 好不容易開始進場買囉 你再看期貨市場 期貨市場這幾天 外資也開始一路在增加多單 這個多單也差不多增加了 差不多快6000口左右 所以在CPI公佈之前 外資的期貨多單是10977口 也就是說 它快接近到前面這個高點位置去嘛 有沒有 所以你看呢 外資也在現貨做多 也在期貨市場裡面做多 結果呢 昨天公佈出來的結果呢 造成股市下跌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是多事空 那要怎麼去做研判 我慢慢來去做解說了 我是覺得 應該會有一些地研效果 什麼意思 等一下我慢慢跟大家做解答 我們先看 昨天公佈的8月CPI物價指數 年增8.3%高於預期 這什麼意思 我們仔細看 之前我跟大家講 7月那時候呢 公佈的CPI指數它有下跌 看能不能把這邊照近一點 這邊能不能照近一點 對對對 ok ok 好 那我預測了 那時候有跟大家講 等到8月份公佈CPI的時候 照理說啦 它應該有機會去跌破4月份 那個時候的低點 那時候大概是在8.26 有沒有 各位我們仔細看 昨天公佈出來之後呢 兩張不太一樣 可能稍微折一下下 看能不能把它弄在一起 昨天公佈出來之後的數字 還是太小 算了我們來仔細看 昨天出來之後呢 它的CPI指數 正好是來到8.26 就是說前面那個低點是8.26 正好來到前面低點去嘛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啊 CPI指數有沒有下跌 有啦 但市場是看8.1 結果呢 你沒有來到8.1嘛 來到8.26嘛 不符合市場預期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CPI指數呢 我們看到它是有下跌 但是呢 不符合市場預期 市場認為應該要破前低 對吧 好 可是呢 這裡的重點放在哪裡 放在這根紅棒 這個是核心消費者的物價指數啊 你會發現到 欸這根紅棒它沒有跌下來 之前都有跌嘛 對不對 結果呢 核心消費指數呢 它沒有跌 它往上漲 那怎麼會這樣 那所以呢 這就造成什麼 昨天美國股市呢 出現比較明顯的跌勢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 我們來看 其實如果說 我們就從核心消費者的物價指數裡面來看 比方說 11柱型 那這四樣裡面 因為之前我們有跟大家講 為什麼說CPI指數會下跌 因為CPI的走勢呢 跟油價 它是息息相關的 紅色這一條呢 是西德州原油的價格 只要呢 油價是上漲的 你CPI指數幾乎都會往上了 那只要油價往下呢 CPI指數就有機會往下嘛 對不對 結果呢 最近的油價是不是都在下跌 對不對 可是呢 你CPI的指數呢 有跌 但是跌不多啊 奇怪怎麼搞的 你油價都已經創進其心低了 結果呢 你CPI指數呢 卻沒有讓我們看到什麼 比較明顯的跌勢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 我們來看 為什麼昨天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它跌不下來 原因到底在哪裡 我們剛剛嘛 剛剛說嘛 11柱型嘛 那因為你油價跌下來之後啊 行的方面就是跟交通方面啊 那個價格就先下來了 交通的價格下來了 但是呢 11柱型裡面的吃跟住 這兩項啊 它沒有什麼跌撲啊 為什麼 你看有些物價可能才剛上漲 你剛吃的東西物價才上漲 所以呢 它沒有辦法讓你看到什麼 欸 吃的東西馬上下來 然後呢 住的部分呢 因為有些租金的問題嘛 可能這個契約可能打半年到一年嘛 那你才剛打那個房租才剛上漲啊 所以呢造成什麼 你那個房租不可能馬上降下來嘛 所以呢核心消費者的物價指數 它還在走 還在走高的原因是因為 吃跟住的問題啊 還沒有下來 還沒有下來 好那重點來了 那到底它會不會下來啊 可能它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吃跟住比較慢一點嘛 你交通線下來了 那到底消費者的物價指數 有沒有機會再往下降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之前我們跟他講過嘛 只要你油價跌下來 你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應該要跌 那可是這次呢 因為我們剛說啊 你核心的物價指數啊 還在漲 原因在哪裡 因為吃跟住的部分呢 它沒有跌那麼快 對不對 可是如果從過去歷史裡面來看呢 油價真的是有跌啊 油價真的有跌啊 所以呢現在要怎麼去看它 因為之前我們跟大家講過 八月份公佈七月份CPI跌下來 還是因為油價先下來 然後呢 在昨天公佈八月份的CPI呢 油價也有跌下來 但是因為你現在吃跟住的部分呢 可能沒有辦法跌那麼快 沒有辦法跌那麼快 所以我覺得整個市場啊 應該會在等什麼 等說欸 那既然吃跟住比較沒有那麼快 那是不是等到十月份的時候啊 再去公佈上一個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會不會開始出現一個 比較有稍微跌下來 那如果能夠跌下來 那代表說那個通膨照理說啦 還是有被壓抑住啦 因為這次的CPI真的它有跌啊 只是說沒有符合市場預期 能夠多跌一點 對不對 好那重點來了 那到底這個牌 它有沒有機會 會不會形成空筒 現在擔心的是這個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喔 昨天美股為什麼會跌那麼多 CPI有跌啊 那你核心物價雖然沒有跌 可是照理說還是有讓我們看到跌下來啊 那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市場現在啊 已經認為說什麼 聯準會啊 九月份應該就升三馬了啦 是不是 好升三馬就算了啦 結果呢 昨天野村證券啊 他預估要升四嘛 有沒有 他說要升四嘛 所以市場就嚇一跳啊 所以造成說啊 美國股市出現大的 那到底會不會升四嘛 各位我們仔細看啊 我認為啦 升四馬機率應該不至於那麼大 因為如果你升四馬的話 美國就不用選了啦 因為你十一月份要選舉嘛 是不是 所以市場現在會去等待什麼 到底你九月二十一號這一天啊 他是不是真的升三馬還是升四馬 但是我認為啦 升四馬機率不大啦 大家本來就認為升三馬啦 所以呢這個地方照理說應該還是升三嘛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你到年底的時候 之前有些聯準會官員在講嘛 就是說 可能到年底的時候可能升五馬到六馬 如果說你在這個地方升四馬 一下升那麼多 你後面要兩個月啊 你急什麼 是不是 所以呢我認為啊 九月二十一號這一天啊 應該還是升三馬的機率會比較大 那但是呢市場因為收到三四馬的那個言論一出來啊 他就比較貪心 所以呢 照理就說啊 昨天怎麼搞的全球股市都出現大跌 問題是你CPI還是有跌啊 只是說沒有跌到市場的預期而已啦 那只是說到十月份啊 因為你十月份這一段啊 它是空窗期嘛 對不對 大家還會看啊 你到底十月份的時候呢 物價指數有沒有機會再繼續跌啊 所以呢這一段的過程裡面喔 市場它會偏等待 那這個等待呢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嘛 原本認為CPI跌下來之後 九月中下旬這個盤 他應該就有機會去走攻擊嘛 對不對 那你以為你現在市場要等待啊 這段過程裡面 九月二十三 到底你是升三馬還是升四馬 我說四馬機率我不認為很大啦 我認為就是升三馬啦 有沒有 十月份呢 到時候十月初的時候呢 還會再去看CPI指數有沒有跌下來 有沒有 所以呢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市場就會等 就會等 那這一等待下來呢 就像我今天測標寫的 這攻擊時間點可能會延到 十月份 十月上旬之後 等到CPI再公布出來 如果說真的 又出現下跌的話 我跟你講呢 這個盤後面啊 它還是有機會攻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仔細看齁 剛剛我們所說的是 由國際金融這塊角度裡面去看 當然昨天公布出來的數字 可能比較不是 就是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樣 真的出現下跌 那大家機構所有都在看下跌 那就是跌幅不是很大嘛 所以可能會稍微等一下 但是這個等待不代表說它沒有機會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來仔細看齁 上面這是台股的走勢 下面這個是美國 我們用倒窮的走勢來去看 那到底 美國股市有沒有機會說 這個地方 因為CPI公布出來之後 繼續再跌 或者去測前面低點 然後呢 把台北股市往下帶 然後去測前面低點 剛剛我們說嘛 如果說真的要去走 這種比較偏弱勢的架構的話 9月21號 如果說升四馬 就會有這種情況 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呢 你會發現到 之前升三馬的時候 十年期公債值利率創新高嘛 所以美國股市呢 都出現下跌嘛 對不對 那昨天呢 十年期公債值利率呢 讓我們看到啊 它也跌不下來啊 但問題是它快接近前高嘛 那如果說你這次只升三嘛 就代表說 今年就最後一次了 所以十年期公債值利率 就不會再衝高了 但如果你升四嘛 那你十年期公債值利率 還會再創高啊 還會再創高啊 那你這一創高的時候呢 就會像過去這樣嘛 你創新高沒股會跌啊 你創新高沒股會跌啊 對不對 所以呢市場會等待啊 你到底9月21要升三馬還是四嘛 我剛剛說我預計啦 升三馬機率比較大啦 所以呢 當9月21號 升三馬完之後 十年期公債值利率它就會跌下來 那這會有利於什麼 到時候股市會上漲 OK 那個要等啦 那個時間點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可是這個等待我跟我說 不代表說這個盤沒機會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來仔細看 昨天我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如果說 你有加入我們這個Line Edge 我昨天有跟他說 因為美股這一波 原本啊 它已經接近到月線了嘛 對不對 但我昨天有跟他說 我說因為 你原來月線成本啊 這個禮拜都還在高點 所以呢 美股不代表說 它一次就過月線往上攻了 短線可能會在月線附近震盪 等月線成本過一個禮拜之後下來 它再往上攻 這樣也是OK的 對不對 那我們來仔細看 如果我們以台股跟美股現在的狀況來看 我們剛說嘛 台股很有機會在這一段啊 它先維持一個區間 等什麼 9月21號 你到底剩三馬還是四嗎 那我認為剩三馬機率比較大 是嘛 我不太認為有可能 一下剩那麼多 11月就不用選了啦 那美股呢 在這段格局裡面 應該有機會 也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等時間嘛 對不對 好 可是這樣的區間走勢呢 我說不代表它沒機會啊 為什麼 我們來仔細看 因為你台股現在月線成本在這裡 今天是不是禮拜三 等到明後兩天禮拜四禮拜五還在這裡 好 我們再多等一個禮拜好了 再一個禮拜的時間 月線成本還在這裡 你又說啊 再多等個一個半禮拜左右的時間啊 這一段的月線成本它就會開始下來 那你美國股市的走勢也是一樣啊 等月線成本這個禮拜過後 再多過一個禮拜 月線成本它也是下來 那如果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你這一段的區間啊 等月線成本下來之後 你再去攻月線 這反而會比較容易喔 否則你月線成本太高 那你現在去攻月線 然後你攻月線呢 可能有時候呢 量也沒出來 又開始又再往下 又在那邊走震盪 那與其這樣 那乾脆就這邊先走區間嘛 然後呢 等月線成本一個多禮拜下來之後 台股再站上月線 道琼的走勢也是一樣啊 等一個多禮拜之後呢 月線成本整個下來 你再去攻月線 那這樣子呢 反而比較容易去走攻擊 懂我意思啊 所以呢台北股市到目前為止 你說它到底會不會形成空筒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嘛 你去看嘛 到時候9月21號會不會升四馬 如果升四馬的話 你十年級過代實力就創新高了 那你創新高股市就會有壓力啊 但我認為升四馬機率不大 應該還是升三馬的機率會比較大 因為這段期間大概也是一樣嘛 大家會在看啊可能三馬 只是說CPI下來之後 如果說真的明顯下來 市場會去討論會不會升兩馬嘛 那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CPI核心物價指數它沒有下來 對不對 所以呢可能會去做替研了 替研到10月份再來看 因為你現在交通已經先下來了 交通的費用下來了 現在就看吃的跟住的有沒有機會再下來一點嘛 如果能夠再下來 那你CPI指數到10月份還在下來的話 股市還會往上供 所以呢這段期間啊 就稍微維持一下區間 這段期間就稍微維持一下區間 那這個區間呢到時候等月線成本下來之後 再去供 會很容易去供過月線 到時候月線就不會是壓力 所以呢這裡可能要等待一下 這裡要等待一下 OK 我們先把盤式交代清楚 那當然最近的盤不好做 你會發現到 整個指數到現在為止啊 現在指數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影線 今天下影線還蠻長的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台北股市啊幾乎從8月快中旬之後啊 它幾乎都是一路下跌的啊 那我剛有說過啊 昨天公佈CPI 外資所有的機構也都認為說 那個CPI應該是下來的 所以外資現貨買超啊 期貨市場它也是拼命在買多啊 結果突然一下來都中槍 這樣都中槍啊 就算外資有 外資啊 它有說會員好了啦 你參加也是一樣啊 因為今天全部都受到影響 但是這個影響也不是只有今天啊 你看啊 8月中旬之後 台北股市的指數幾乎就比較偏弱嘛 但是這個偏弱你會發現到啊 它只是維持在一個比較大的區間裡面 對不對 它並沒有讓你看穿破端低點啊 美股也沒有穿破端低點啊 它只是走得很慢 因為之前有政治事件嘛 它走得比較慢 那我說嘛 台股會不會去破低點 就去看美股9月21號衛生室嘛 那我認為機率不大啦 升三馬的機率比較大 好 可是呢 這一段過程裡面 你要怎麼做 同樣我跟你講啊 從8月中以來一路跌啊 這一段下來之後啊 你參加誰的都是一樣 中央節之前 我那段期間正好確診嘛 然後呢 我那時候都在播重播嘛 中央節之前我就跟他講啊 這種盤你覺得你要買一堆股票嗎 有沒有 那時候你看我重播我都這樣跟你講 因為你持股不要太多啊 所以呢 這段過程裡面 你參加誰的都一樣啊 沒有標股啊 不是嗎 怎麼會有標股 那這段過程裡面 如果你買得多 然後呢 這邊漲你也要 那邊漲你也要 你會賠得更多啊 所以我說 穩穩當當的 抓個兩檔左右的股票 就好了啦 那當然這段過程裡面 我說 台北股是未來 它應該會開始去走一個區間嘛 對不對 那這個區間盤 現在到底要怎麼去做 那我跟大家說啦 區間盤在等待答案 一個是9月21號 到底你是升三馬還升四馬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 10月初嘛 你要公佈下一次的CPI嘛 因為現在交通費用有下來 就是吃的跟住的還沒有下來啊 那只要油價沒有大漲 搞不好10月份呢 那些東西慢慢會下來 那這一下來呢 它就會去破什麼 我們剛好說嘛 等到一下來之後 因為你油價下來嘛 到時候你會破4月份的低點 那到時候你CPI指數還是在往下的話 對於股市而言 後面呢 它要去攻上月線 那就非常容易了 所以呢 這段過程裡面 在等待的過程裡面 它一定會量縮 那量縮的過程裡面呢 它只適合個股表現 那問題是個股要怎麼去表現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去抓 好 我們來仔細看了 個股的部分 我覺得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其實你會發現到 怎麼搞的 有些個股在這個時間點 它跌不太下去 舉個例子來說 你看漢堂 昨天不是攻漲停嗎 結果今天還是繼續攻啊 我昨天跟他講 當這種高價的個股都能夠往上攻 這代表什麼 那一定有法人進去嘛 你不可能賞戶把它攻漲停的啊 是不是 所以法人這一波看CPI本來是要跌下來的 結果跌不多嘛 結果全球股是跌 可是法人在個股的操作裡面 他們已經開始佈局了 有些股票他已經進場了 所以今天台北股大跌 有些個股還要往上攻啊 有沒有 你再仔細看嘛 有些個股是不是已經開始往上攻 這些都是比較高價的股票 那就代表著說 有些法人已經開始針對 後面的盤勢 他開始去針對個股 進場去買 所以會造成說 你看有沒有發現 也沒有什麼跌啊 昨天不是漲這些嗎 什麼維新啊 什麼技嘉啊 可是他漲上來之後 稍微跌一下下也沒有跌多少 是不是 那我終於跟他講了 如果說這個盤啊 他要走攻擊的話 他會怎麼走 你現在等月線成本下來 你這邊開始走區間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盤要出現一個 你要明顯攻擊的話 接下來你要注意什麼 低潤相關的個股 什麼叫低潤相關的個股 你仔細看啊 這是聯電啊 聯電這波的走勢裡面 他幾乎在做一個收斂三角形 台北股是今天走弱啦 可他也是開低走高 你有沒有發現到 因為他月線成本下來之後呢 他其實離月線沒有很遠了 有沒有 除了這些個股之外你看 5347的世界先進 他也是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而已啊 然後呢 3260的威剛 你看現在開低走高啊 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在維持在一個區間啊 所以這代表著說 半導體相關的個股 他並沒有走弱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啊 如果說這個盤在撐的話 只要半導體的個股稍微有移動 那都是過月線 那這一過月線的話 你台北股市 最起碼他離月線不會太遠 那稍微隨時一下 就有機會站上月線嘛 只要等這個月線成本下來之後 他就有機會去攻月線嘛 你懂我意思嗎 好 可是這一段在區間的過程裡面 一定是量縮 那量縮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做什麼股票 比方來說 我們剛剛說嘛 台北股市如果說 要去攻擊要過月線的話 半導體的個股一定不會缺席 我認為這次半導體個股有機會 只是要稍微等一下時間 可是你最近會發現到啊 最近半導體已經開始在積極擴建新場 對不對 那你擴建新場針對一些什麼 污染的一些防治的裝置啊 反而最近需求比較強勁 所以你會發現啊 相關的一些個股裡面到現在為止 就算台北股間跌 可是有些個股跌不下去啊 就這邊打底走區間啊 那這個區間只要一過頸線 那就大底完成了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有沒有機會 你從基本面來看嘛 去年第三季賺4.65 到今年上半年的時候賺4.64 第二季就幾乎賺於去年啊 第三季的獲利啊 那可見得說 有些相關的個股 在這一段區間盤裡面 它是有機會走出自己的路 懂我意思啊 所以這個盤不用太悲觀啦 只是說你股票不要買太多啦 或者是呢 有些個股你不要去隨便亂追啦 那只要在低檔型的個股 我覺得稍微不點局是有機會啦 因為畢竟除非聯準會升市嘛 那升山馬呢 就最後一次啦 所以呢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照理說來 9月下旬就應該要跌啦 所以呢 全球股市頂多在那邊走區間 先走個股表現 好不好 給大家做參考啦 時間到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變大得不酷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到現場 台北股市先算下跌 不過也留了蠻長的下影線 剛剛我用整個總體經濟面的狀況 跟技術面的狀況 我跟他說這個地方 可能要稍微給他一點時間去做盤整 這個區間盤等到差不多最慢 差不多10月上旬左右 還是有機會走攻擊 因為如果你光做技術面來看 等到月線成本下來之後 再去攻月線 它會比較方便 所以這一段的走勢裡面 一定是亮縮 亮縮的狀況裡面 它會偏個股表現 那個股的操作 你不要去追就好了 有些低檔 而且有基本面的股票 它會開始走出自己的路 那現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就是針對這類型的個股 開始去做低接 如果說掌握不到這些股票 或者是持股上面有任何問題的 沒關係你再打電話進來問 好不好 希望我們今天的分析 對你有幫助 不用太悲觀 但是呢 攻擊的時間也會稍微延後一下 那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體驗價不增加你的負擔 歡迎你來練諮詢 好不好 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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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